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报导当中 都在报导我们的艺人 逢伟中他的伤势严重而去世 这位艺人非常年轻 只有28岁 28岁真的是人生大好青春的日子 这样的一个大好青年 他因为国民浮育 后被病狱 被调派到新西兰 就是我们所说的纽西兰 这个地方 做维修的工作 却不幸的 一难 我相信大家这个时候 心情都不好 当然 最难过的莫过于他的父母 他的亲人 还有他的女朋友 他送到医院的时候 他被 紧急的抢救 我们对纽西兰的军医 医院 肯定是没有任何质疑的 他们真的是尽力的 在抢救他 根据这个 手机早报 报导当中说 国防部的文告说 战备军人 冯伟中一等 忠视于新加坡时间 昨晚 8点45分 在新西兰 怀卡托医院 不幸离世 其中有一些 详细的说明说 他是 268炮兵营的 军备技术员 他在训练区和另外两名武装人员 在155毫米 榴弹炮车里面 进行 维修 造成意外的详细情形 没有 详细的说 但是 这里有一句话说 很不幸冯伟中 一等忠视 在 炮管下降时 受了伤 在 炮管 降下的时候 受了伤 我的猜测是 有 可能是人为的舒服 也有 可能是 意外 人为的舒服 当然可以造成意外 但也有 可能不是人为的舒服 因为我们不要 一下子就评论 评论 那个结果 但是有一点 可能可以肯定的 这一种不幸的事件 是可以预防 可以 不必发生 本来我说话就慢了 当讲这种事情的时候 更慢 大家原谅我 我对这个年轻人 有看法 有想法 不是我完全对他陌生 大家不要以为 我在 应结 或者是 应着这件事情发生 而做这个直播 我对这个年轻人有 印象是在电视节目当中 我看到他的演技是非常特殊的 就是那一部他跟一间开饭店 礼店家族的那一个年续剧 他的爸爸就是这个陈述辰 老艺人 那时候他真的演到 最后甚至他的演到拨角 演到吸毒 我那时候就看这个年轻人 当然之前也有看他 他是从儿童演员开始就做起 因为我对新加坡的电视节目是 越来越 渐行渐远 所以 但是还是会注意他 特别 新闻上也有一些 他的负面消息 就是他 犯了一些 一天 一些所谓的交通的刑法 交通案件的刑法 但是他很大方 很愿意的 没有任何推迟的 立刻道歉 也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 那个真的是 让我看到的是正面 不是负面 因为今天的年轻人 犯错要承认 好像很难 老人家犯错要承认 更难 更难 这个我们要坦白说 以老卖老就是我们 这个传统 我自己也是以老卖老 你看我道歉真的不容易 后来我经过了一些辅导 我大处的那一步 所以我愿意跟我的孩子说道歉 不是今天 不是昨天 不是很久以前的事 但是你却赢得孩子 对你的尊重 因为你管教他们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不明白 这个冯弟兄 他不幸遇难 但是我对他印象就是他勇于承认错误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真实的情形 整个案件 整个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但是 对家人是很重要的 我也不可以说不重要 但对我来说 我们今天要看待的是 到底我们国民服役 的军训 或者是警训 或者是消防训 或者是民防训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是我今天课题里面 接着这件事情 再一次的要谈 因为我们在网上 给大家也谈起 这里有一只说 一个网民写 对国人来说 又一个死的不明不白 当然这个不明不白的意思 非常有深层的意义在里面 我也不要去解读这个网民 为什么这样写 不明不白 因为每一次发生事件的时候 国防部也好 那个民防部也好 警察部也好 内政部也好 都会发出文告 然后都会说 设立一个调查 独立的调查团 然后总是会有一些报告出来 但是 我们也要承认 每一次 遇难遇害的这些 国民服役人员 所做出来的报告和调查的结果 总是让人家有疑点 疑问 不满 包括家属 这是我们要承认的 我们要知道假新闻 那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是 为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 是没有人希望它发生 当然 国家国防部 内政部都不希望自己的士兵警员 民防员受训的时候发生这些问题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国民服役是什么 你记得六七十年代 当国民服役的时候 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激励反对的 他们只是不敢 他们 我相信也有一些真的是 愤怒到要去抗议 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去当兵 为什么让我的孩子去 从军 当年是 一般上的人都不愿意 因为害怕 尤其是我们 我哥哥 我大哥的 以色列训练的 以色列派人来训练我们的军队 当时的这个 建国军 非常严格的 非常没有人道 非常惨烈的训练 但是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发生意外 当然也有 所以 整个大环境是非常反对的 因为人家 不知道国民服役的这个重要性 当时我们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国家 什么都没有 大家都说 哎呀不用打 如果当时马来西亚派军队打过来的话 我们都完了 还好他们没有打过来 因为在建国出击的时候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 可能我们的 领导 上一代的领导真的做了一些正确的决定 就是 以色列来帮忙 建立陆军 空军是派台湾的 军队 空军师来帮忙 甚至有一些移民过来 成为 战斗师 来捍卫我们的国家 空军很快的就建立起来 所以这也为什么我们新加坡航空公司 慢慢的建立起来成为世界有名的 因为我们很注重空军 那你在训练的时候发生意外 有时候是意外真的是没有办法 好像我记得那时候在雾兰 那个哈巴奇的自身机就这样坠落 后来发现是机器故障 那是没有人可以责备的 但是有些真的是 没有道理的 今年来我发现的这些 有一个民房员 在 结束训练的时候 竟然给他的长官 丢在那个井里面溺死 那有一个 军人 在受训的时候丢那个烟雾弹 结果过量的烟雾弹 当然后来也有说不是过量的 但是他因为他本身对这个烟雾有很严重的敏感 所以以至于他死亡 所以我不是在上一次的影片说如果你的孩子对这个敏感 鼻子敏感 不要开玩笑 真的可以开始找专科医生存那个医药报告 因为你去当兵的时候 你当警察 你当消防员 更多 是 你跑不掉的你不管你做警察也好当兵也好消防员更惨 因为你救火就是要去那些烟雾的地方嘛 虽然你有带氧气配备 但是你受训的时候 要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 接受这些训练 如果你的身体状况不好 真的要 从医生那边给专科的建议 然后让这个 兵训部能够好好的去考量 你是否适合进行这些 基本军训 或者是警训或者是消防训 这些是我们要做的功课 但是现在这个发生是 有一点 他不是一个 他已经是一个军人 完成了他的基本军训 然后他接下来是每一年回去 后备军训 他不是ORD 他现在是reservice 将来是ROD 我们的军队 现在的整个的训练模式已经改变 我发现 过去是九个月军训 就是九个月的基本军训之后 然后你在两年或者三年的那个 服役期间 你是有保家卫国那种重任 现在反而是非常看作后备军人 前面的九个月 基本军训是接下来的国民服役的这个两年半的 服役期 你基本上 还是一个所谓的完成你的基本军训 加上你被调派到另一个单位里面 接受一个非常成熟的 非常让你将来能够在后备 服役的时候来保家卫国 所以后备军人是保家卫国重要的一个 一个单位 但是网民也说了 我们的军队不是发生意外 不是去殉职 不是去战争里面 为国坚虚 而是在和平的时候 受训的时候 这个是维修 这个炮车的时候 受伤 意外身亡 一句话说 很可惜 尤其是因为他是艺人 媒体大肆的报道 他的影迷 他的粉丝 他的女朋友 会很难过 会很伤心 28岁 我记得我28岁的时候 我 已经开始 有要离开警察部队 要出去外面 打拼的那种 念头 所以我32岁就离开警察部队 28岁已经开始有这个念头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满腔的 那种创业 热血 需要去社会上 自己喘一番事业的那一种 雄心大志 结果 我相信他也是一样 而且他 演绎的那个事业 应该要走向 巅峰高峰 但是呢 那我们不只是因为谈这个艺人受伤而谈 是这些日子里面真的发生蛮多的 我有看到网友有给我 我现在在找 你看这些是网友们 给他的这个 自哀的信息 这个也写得非常好 网友说 多番抢救无效 冯伟中 伤众 事事 服役人员越来越少 意外却 越来越多 对孙子们将来的国民 服役 他心里感到害怕 然后住 冯伟中一路走 是 做家长的 看到这种负面的新闻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 在接下来日子当中要当兵了 要去服病狱的 派到警察部队的 派到消防队的 派到民防队的 都会害怕 包括民防部队 人家以为说 哇民防部队应该是 十八年没什么 这种是错误的观念 想后几做就可以 做这种病最好的 民防部队 其实民防部队也是很凶的 警察部队好像也是没有事 也不一定 每一天警察部队都在 第一条的前线战线上 派到那个地铁里面做巡逻 随时会遇到恐怖袭击的 其实每一个国民服役 当他在 on the road的时候 on guard的时候就是很严重 尤其那些后备军 他们已经 属于不同的单位 每一个单位都是保驾 为国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是家长你说 他们会不害怕吗 就在国民服役的时候担心 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坦白跟你们讲 我不怕跟你们讲 我心里是一句话 我只有两个女儿 然后当我的宝贝孙生出来的是女的时候 她不用当兵 这些都是我的念头 我只有两个女儿 我的孙女不必要当兵 不过很难讲 这么举心的 可能将来女孩子也要当兵 但是你生女儿你就有这种 庆幸的感觉 怎么会有庆幸的感觉呢 你不是应该 应该很骄傲你生一个儿子 然后希望将来他为国 笑饶吗 所以当兵的人 每个人都想 很多人都要 Game MC Game受伤 Game training Game room match Game exercise 每个都在Game 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人喜欢当兵 有有有 我有看过几个 真的是职业军人的感觉 生来要当兵的命 上天给他的那个使命就是要当兵 所以他们很快的就 就冲到前面去了 也有 大家对他的 哇你看今天每一个手机打开来 爱洲看也好 爸频道也好 早报也好 网民也好 包括他的女朋友也好 都是写了非常 包括国防部也好 大家都不能够逃避 因为他是艺人 就是这句话 国防部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彻查事故发生的原因 今天将召开记者会 交代初步调查的结果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是记者会吗 应该是还没有 那我就比记者会先直播这一个 讲到这件事情 虽然谈国民服役 但是你知道这些军人 这些国民服役人员他 遇难 父母最难过 还有就是女朋友 他 真的吗 28岁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刚好这个 风伟中他离世 他的女朋友也是一个女艺人 吴嘉禽 哇蛮感人的 之前他们走在一起 也是一人没有办法 男女关系非常敏感 没有公布给大家 不想高调 低调的成为男女朋友 他就离开了 他非常高调的 自己揭开自己的 女友的身份 哇你第一个感觉说 哇这两个真的是来争 这两个真的是 真的是在谈情 真的是在建立他们的感情 很伟大的 因为不是每个女孩子愿意这样的 有些不是很认真的 结果知道他的男朋友不在 当然是精进了 哪里要讲 因为你讲出去的话 下一次你的男朋友追你 有些人不一定能够接受 这个我们要讲坦白的话 但是我非常欣赏 这样的 你听了这样的报道 你真的是 而且我知道他女朋友 赶到去那边 然后派来一张照片 他握住 这个男友的手 非常 我相信他们 真的是很难过 我现在在找这个新闻 这个女友说 他希望他 来生一定要当夫妻 他说第一时间 他就post一个图跟文 写着 1月4号是我们一个特别的日子 1月24号你一句话也没交代 就离开了我 哇你听这样的话 你也是感觉到很 很 很伤感对不对 很触动你的心说 哇他们两个人1月4号到底 一定一定是有什么特别日子 生日啦 还是说你等我reservice回来 我要娶你 我要公开 我跟你的念情 我要向你求婚 我不知道 我现在只是这样 我第一时间看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 我猜测 但是不管讲什么特别日子 在1月4号发生之后 仅仅了20天之后呢 没有任何交代就离开了他 哇他被这个重伤 我看到那个新闻是非常严重的 最后他还没有离世之前的报导是 他已经多个器官都要接受那个维持期来维持 我心里想 难了 所以这一生没有夫妻当你妻子 我们来生一定要当夫妻 你看这个女朋友写他说 还有我这一辈子还是不会原谅你的 You always be a part of me My man 我也念不下去 这种 你就是让你觉得说 亲人爱人都难过 连我们这种局外人 但是因为我有注意他 所以我也 昨天晚上工作完了 回到家里已经11点多 知道这个消息 所以立刻在我的 个人网页里面 表示对他的哀悼 发文表示对他的哀悼 所以今天早上无论如何 都要跟大家来报告这件事情 让你们看他的女友做出他的手 我们之所以难过伤心 就算是局外人觉得到底我们 为什么要常常发生这些事情 我个人在受捐讯的时候 我也有面对到不平等的对待 已经超出那种训练 所谓的人道 不人道也好 那时候是愤怒是自己只有自己知道 所以我转到警察部队的时候 我却非常的满意 因为警察那时候 我是以一个正规军人的训练去 我甚至离开我基本军训的第一阶段 我掉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去到一个步兵营营 我的表现也非常特殊 所以他们甚至 你知道吗 我的 COSOC我忘了 竟然公开的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一个人会失败呢 在他的Junior course 我不怕跟你们讲 我是军官训练学院 9个月的训练 我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我要求放弃 我要求放弃去台湾的训练 然后我就 第一阶段我不及格了 就让另外一组的 那个训练的班长 让他的学员 过关 因为我退出 那详细的情形不谈了 我过去有提过 那我去到 我就变成 不是军官了 现在一画 Lunch Corporal 交到第七步兵营 非常对那边的 CO也好 OC也好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 他们还让我带领 一个Hokken Pertun 我还是组长 小组长 那我Hokken Pertun的那一 那一段时间 所发生的去 我现在再来跟你们谈 因为不适合今天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气氛 但是我在那里优越的表现 他们无庸置疑的 甚至 这些军官们说 为什么你会 这个军官训练学院 第一阶段你就被淘汰 那我也不多说 我说我自己 我自己要求退出 我记得那个长官还说 很可惜 你除了英文不行之外 体力有一点差可以训练的 英文不行不是问题的 很多军官英文也不是很行的 每个人都要英文好 英文好的带精英部队啦 英文不好 像我 manage to be a leader of Hokken Pertun 我的Hokken Pertun那些是文盲的 只讲福建话的 我带领他们啦 结果我推出 就在他们去台湾 受军训的 所以我两次miss去台湾 就是这样 我这一生中没有去台湾军训的 两次机会两次都没有 第二次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已经看到报纸说警察部队要 申聘正规警员 所以我就去参加成为正规警员 接受六个月的警讯 后来就当了14年的警察 所以我是当了 在军营里面 军队里面大概是 三个月 大概也是半年多的时间 我就调去警察部队 所以刚好要带小组 去台湾收训的时候 我又不在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那一队 整个的community 拿到best company回来 best burton best burton的best company回来 那我的那个section 也是best section 我不在吗 我的第二的那个 福建兵的那个 他们当然放 会有一个组长来取代 然后真正厉害是 那个我的 那个副组长 那个真的很厉害 那个福建 那个他可以 其实可以当制约军人 矮矮小小 我永远忘记不了他 他厉害在哪里 就是他对这些地形 很熟悉的 冲锋陷阵 在丛林里面 他好像一只 他不像人 是动物来的 所以他一直会带我们 走对的地方 躲对的地方 所以我们为什么 会成为best 应该是这样 因为台湾书训 那些地形也是不容易 但是这个人 天生就是很快的 你只要让他看 他对地图 没有读书的人 会看地图的 我也很少看过这样的人 他跟我讲 他小时候就在 Bandai里面长大 Bandai的树林里面长大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 因为在树林里面长大的人 他们对这个 我已经讲到 有点离到那边去 因为谈到军队的生活 也有很开心的时候 那我们也真的是为国为民 我后来我做职业警察了 就是为国为民 14年 完了之后还要后备 警察我也当了 一直到我们就要去念 念书的时候 我就已经退育了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 感觉上 有不平等的对待 但还是顺顺利利 至少 没有遇难遇害 感恩 那为什么这个弟兄 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然后又是义人 所以网民们都 都非常不能够接受 所以一直有这样的消息 在今天的这个 我有看到一个 哎呀 我要找 我觉得那个写的也是很好 是吗 谁在这里 可能 是啊 这个 他说 这四位年轻人 是在过去九个月的 军训中牺牲 但是不对啦 这个冯伟中是 后备的 但是他下面那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 我们的年轻同胞 不是为了 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为国捐虚 他们都是在军训中牺牲 他就列出这四个人 我现在也不是追讨这些 过去发生的事情 然后每一个 案例告诉大家 什么事情发生 如果你是新加坡人的话 你是新加坡的网友的话 你都知道 常常有这些事情 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那个民房 人员 要接约退休之前 被他们整 整到在 井里面 溺死 救生井 那有一个是去 受训的时候 烟雾的时候 那还有一个好像是 他去跑步 他一直说不行 但是 他们不相信他 结果也是死掉 在台湾好像也有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军人也是这样 受训的时候一直 因为人家 所以这种叫意识形态 那长官们一直觉得说你是假的 假的 但是可能起初你是假的 可能你真的是体力不行 也有可能你是故意的 但是有一次真的发生的时候 或者是你从来没有假 你也发生了 但是大家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 都觉得你不可能是假的 然后那种意识形态就觉得说 你一有说要辛苦啦 什么事情发生呢 看你的样子还好 不接受你的改变 很多古里古怪的 你的意识形态里面就说 这个人是要跟的 要跟的 那你就不给他休息 你就不给他停止顺念 你又不给他继续的 你要他继续的去干 结果呢 就这样发生了 他承受不了 他的生命就被终结 所以今天 我看到这里 我有什么要 跟大家建议的吗 已经有独立调查团 接下来可能 赔偿的事啊 水落石处 有没有人要受惩罚了 有没有为这件事情 下台了 兵座不好 有人束缚 主管就要下台 但是我们这边 不流行最高的 那个要下台了 不流行的 不会又说 部长要下台 没有这回事 不会啦 他不需要下台 因为跟他没有关系 只可以这样讲 我不知道他怎样 一个兵死 跟他什么关系 两个兵死 跟他什么关系 三个兵死 跟他什么关系 四个兵死 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跟那些兵死 发生事情的 直接的那些 人员就要受罚 被审查 甚至坐牢 那个民房那一件事 他的训练 长官要坐牢 跟顶头的那些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 他们没有错了 位置在 就是坐稳稳 吃米粉 就是这样 我也不说 我也不说什么 我很喜欢用这四个字 心知肚明 哇 在露台 一阵风 吹过来 我真的是很 凉爽 但是心里 非常的纠结 非常的难过 最后我就 因为我的信仰 我就念一段 诗歌 来作为我 对这一个 风味中 过世 表示我的哀悼 也愿 神能够赐给他安息 圣经 旧约圣经 四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迫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 遭害 因为 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腹杯满意 我一生一世必有 恩惠慈爱 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阿们 再见